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来得及将林安循喂在嘴边的牛排吃下去 我眼神扫到门口 麻溜地躲到餐桌底下 没有别的原因 我结婚三年的老公 杨兴泽正挽着心欢轻轻热热地往这边走来 纯白宽大的桌布将我藏了岩石 我蹲在狭小的空间里弹算这一举动 为我省去多少麻烦 林安循倾先起桌布一角 面色难得 有些暖红 芸汐 这里人太多了 以后再说 这人是把调戏她的婚话当真了 我拍了她大腿一巴掌 想什么呢 随后 眼神点了点窗边 我那不值钱的老公 和女朋友在那过百天纪念日呢 林安循脸色一变 眼神望过去 杨兴泽正俯身为安雅戴项链 鲜艳无瑕的宝石坠在安雅白皙漂亮的薄梗间 微卷的长发配上红色漏肩长裙 衬得她更是明艳动人 杨兴泽的口味一直没变 钟爱大波浪长发 身材凹凸有致的风情女人 看着两人身情拥吻 我扯了扯林安循的裤腿 走 夜色渐浓我站在落地窗前 林安循定的酒店地理位置极好 房间面积不大 却可以将李昂老成风光尽收眼底 只是我没想到这次庆祝林安循 结束进修的旅行会撞见杨兴泽 实在是太巧了点 正思索着身后撇上一道炙热的温度 林安循自身后环绕住我 我歪头看向她 侧颜线条优越 黑长的眼睫垂下来 在眼瞼簇头下一小片阴影 淡色的嘴唇微敏 这是不开心了 芸汐 你不是说她又丑又凸吗 我摸摸她的脸 和你比起来她确实凸 这话是认真的 虽然杨兴泽的长相 在公子哥里算是佼佼者 但是有一点比不了 那就是林安循 这一头乌黑柔顺的自来卷长发 在我眼里长发就是男人最好的黑丝 那你们会离婚吗 不想骗她我诚实回答 利益牵扯太多 难 再要新拼死累活五年 和杨兴泽结婚三年 这中间我付出了太多欣喜 再加上杨兴泽母亲的恩情 我实在下不了分割的决心 林安循轻叹一口气 那我就再等等 醋眉纠结的模样和半年前 我向她摊牌时毫无二致 初见林安循时 她戴着耳机正坐在巴黎街边 长椅上素描 阳光在她身上泛着一层柔和的光 整个人沉静得像一幅画 我烦闷浮躁的心莫名平和下来 就这样盯着看了很久 微风拂过时 林安循抬头与我眼神相撞 我依旧望着她没挪开视线 半晌后 她起身朝我走来 和林安循相识后 我将假期延长了半个月 反正药星已经趋于稳定 不需要我多操心 而杨兴泽流连在花丛中 巴不得看不见我 林安循仿佛有种魔力 在她身边 我不再容易焦躁 甚至当我和她坐在街边 一个晃悠悠的长椅上时 我心底惊生出 日子要是一直这样就好了的念头 在离开法国前一天 林安循向我表白 我拒绝了 她以为我是介意异地没安全感 言辞恳切地告诉我 还有半年 就能结束在法国的进修回国发展 我沉默片刻后 如实讲述了 我与杨兴泽的情况 林安循一时正住 我说了句 对不起转身 走向安检口 刚走出七步不到的距离 林安循出声叫住我 芸汐 我回过头她眉眼微醋 你爱她吗 我摇摇头 我不想介入别人的婚姻 但是芸汐我更不想以后见不到你 就这样我的人生多了个林安循 三天后我和林安循在机场分别 在人来人往的机场 林安循握着我的手 眼神炙热 芸汐等我回国 从机场回到家已是深夜 令我没想到的是杨兴泽在家 更出乎意料的是安牙也在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安牙有些慌张地站起身 杨兴泽喝多了酒 面色驼红地睡倒在沙发 黑色衬衫领口大开 露出星星点点的吻痕 十一个小时的航班实在累人 我客气地感人 安小姐 路上注意安全 到底是跟着杨兴泽时间最久 安牙很快反应过来 云小姐 星泽替我挡了几杯酒 我送她回家是应该的 她刻意将云小姐 这三个说得很重 到底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被捧了几天就恃宠而骄 这示威的伎俩 还不如上一个来公司大闹的女秘书 我懒得搭理她 从鞋柜拿出拖鞋换上 回房间时 想到杨兴泽一身酒气的 躺在沙发上实在暗眼 你喝酒了吗 安牙被我问得一愣 没有 星泽说酒泰 我白白手打断她 那你开车把她带走吧 省得一会 你叽叽歪歪的 提醒我照顾她 给她煮醒酒汤 小心思被戳破 安牙明艳的小脸有白肘红 语气磕巴地说了句 我先走了 看着她略显慌乱的背影 我吃笑一声 杨兴泽没带走 桌上的爱马仕包包倒是没忘记 往杨兴泽身上扔了条毯子 我转身走进卧室 第二天清晨 我刚走出房间 就看见杨兴泽围着一条浴巾 站在客厅喝水 看到我跟见了鬼似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收回眼神 拿起水壶倒了杯热水 昨晚 杨兴泽眼神看向沙发 语气带着孩子气得埋怨 你就让我醉酒在沙发睡了一宿 我像看神经病似的看着她 你相好不肯带你走 我有什么办法 这话我没讲出来 杨兴泽的性子我太了解了 要是她知道 我让安雅把她带走 她要开始不爽了 毕竟她现在还以为 我像从前一样爱着她 从小优渥的成长环境 让她追求刺激和新鲜感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越能激发她的征服欲 同样的在强烈占有欲的驱使下 她固执地认为 只要是属于她的东西 就必须是她的 就像她刚出轨的那段时间 有个公子哥向我示好 传到杨兴泽耳朵里 他不知道使了什么办法 硬生生把人逼得去了国外 至今没回来 这也是为什么 在李昂老城撞见时 我选择躲在桌子底下 不给她掰扯的机会 我反客为主 你把安雅带回家了 倒不是我吃醋 只是单纯的领地意识 这房子的装修和家具 都是我精心布置的 自从知道杨兴泽和人 在家鬼混过三天 我就已经很隔印了 杨兴泽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昨天我喝多了 他送我回家 没别的了 之前答应过你的 不带回家 我没忘 看来他还记得那个女秘书 当时杨兴泽和那女秘书 好了两个月就腻歪了 本想拿钱打翻人走 可人家的野心远不止如此 抓住我出差的空档 在一个深夜 找上门来赤缠了三天 趁着杨兴泽熟睡 偷走公司文件 差点面成大祸 也是那次杨兴泽母亲 气得旧病复发 杨兴泽在病床前 握着杨母的手说 不会再胡来 他口中的 不会再胡来 仅仅指的是 不把人往家里带 仅此而已 这天刚结束会议 推开办公室门 看见杨母坐在沙发上 数落杨兴泽 这都五年了 你怎么还是一点没学会 你天天不着家这么大的公司 你就一直让细细扛拉 夫妻齐心齐力断金 杨兴泽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 杨兴泽一言不发地低着头 这魂不吝的公子哥 也就在自己母亲面前 乖顺几分 妈 你来了 你见到我杨兴泽眼睛一亮 妈 我这还有事 芸汐正好陪你 我就先走了 杨母恨铁不成钢地瞪她一眼 走走走 碍眼 然后她从保温袋里拿出饭盒 语气温柔 中午饭还没吃吧 妈今天没事过来看看你 我笑着应了声 杨母拉着我的手 眼神扫过办公室 声音感慨 嘻嘻 这几年你未要兴 为兴泽付出了多少 妈都看在眼里 兴泽这小子让我惯坏了 妈替他向你道歉 对杨兴泽我已经无感 但是杨母实实在在拉过我一把 对待他我始终无法向 对带杨兴泽那样 目不关心 22岁毕业那年 我运气好进入药兴 彼时杨兴泽父亲还在时 药兴也还是本事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负责我实习考核的是一个油腻男 经常借着工作对我动手动脚 可是我极度缺钱 还有远在老家的奶奶需要赡养 我只能忍 直到有一天傍晚 油腻男借着加班把我留下 当他肥腻的手撕扯我的领口时 我给了他一瓢 果不其然我的实习期没过 偏偏这时 住在奶奶隔壁的大神打来电话 他告诉我 奶奶开春以来 身子就不太好 前天更是没留神摔了一脚 老人身子骨精不及磕碰 医生说情况很不好 那一刻我觉得天塌了 在楼梯间痛哭不止时 撞见杨兴泽母亲 问清来龙去脉后 他不仅调查开除油腻男 还让秘书交给我一张卡 卡里的十万块 对杨家来说不算什么 可却能救我于水火 我认真写下欠条 记住这个温和善良的女人 后来杨兴泽父亲单挨去世 偌大的家业失去主心骨 杨兴泽对生意又一窍不通 杨兴隐隐有了颓势 彼时我已经在杨兴顺利升职 去杨家还钱时 我入了杨母的眼 头两年 我先是跟着聘请的专业团队学习 再拿下一个大单 将杨兴带入正轨后 我和杨兴泽结婚了 我沉默地喝着汤 这补汤炖的鲜香醇厚 我明白杨母的心思 她想让我尽快调理好身子 和杨兴泽生的孩子好好过日子 其实我和杨兴泽有过一个孩子 在结婚的头一年 那时我刚接手公司不久 生一场风云诡诀 我不敢掉以轻心 一次酒局后 我毫无征兆地出血 在医生的检查下我才知道 这孩子已经在我肚子里待了一个月 小产后的我虚弱不堪 杨母紧紧拉住我的手 哭着向我道歉 杨兴泽眼圈通红地 浮在我的肚子上 从那天开始 杨兴泽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 我们也确确实实 有过一阵好日子 送走杨母我靠在办公椅上 看着林安巡发来的消息 视频里一只黑白相间 胖乎乎的猫在进食 林安巡语气激动 芸汐 妥妥昨天跟我回家了 这只猫是林安巡在家附近偶然发现的 长得实在可爱 皮毛也油亮 最初以为是谁家的猫溜出来调皮 后来林安巡观察了很久 发现是流浪猫 便起了收养的心思 谁知道这小猫每次吃完东西 转身就走 冷漠无情的样子倒是 趁得林安巡可怜巴巴 想到林安巡搭拉着眉眼 我没忍住笑出声 芸汐 你在看什么 冷不丁的一声 惊得我手一抖 我闻声抬头 对上杨兴泽的视线 慢慢脸去笑意 我合上手机 语气平静 没什么 杨兴泽站在门口 眼神直勾勾地 盯着我放在桌上的手机 一脸狐疑的样子 竟有几分像我 像当初那个 每天守在家门口 质问杨兴泽有没有鬼混的我 如今角色互换 我挺想笑 你不是有事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随手拿起桌边的文件 一页一页翻着资料 杨兴泽慢慢走过来 将一个丝绒盒子打开 放在我面前 最近没什么事 我来公司看看 听助理说你前段 时间出国谈了个大单 辛苦了 可不是出国谈大单 是谈完大单 出国找小男友庆祝呢 想起林安循 我脑海里浮现 他沉静温柔的眉眼 一时间有些恍神 见我不应声 杨兴泽拿起手链给我戴上 嘴里嘟囔着 前天拍卖会看到的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 买这些五颜六色的石头吗 我看着他 无视现殷勤的样子 有些疑惑 你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只要不影响资金流动 想取多少 不用来问我 诚恳的一句话 让杨兴泽炸了毛 他声音变得急促 芸汐 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是你老公 你怎么对我像对儿子一样 说完不等我反应他 便夺门而出 傍晚八点 我坐在车后座 和杨兴泽交好的李川 打来电话 嫂子是我 泽哥喝多了 这回吵着找你呢 我记得李川也是个玩世不恭的公子哥 去年和柳氏联姻才慢慢从花丛中脱身 你们在哪 我让司机去接 嫂子 泽哥喝多了抱着酒瓶不撒手 谁的话都不听 嘴里就念叨着你呢 得 这是铁了心要我过去 尽管不情愿 但是李川家和药星有业务往来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行 发个地址我去接 我来到包厢门口 还未敲门 从里面走出一个拖着酒盘的服务员 李川的声音顺着门缝传出来 别愁眉苦脸的了 嫂子不是答应过来接你了吗 另一个男生搭枪 就是啊 泽哥 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 嫂子漂亮又能干 哪像我家那个一身的公主病 我脚步放轻透过门缝 我看到杨兴泽手握酒杯低着头 黑色丝制衬衫 解开两颗扣子 额前一缕头发垂下来 在脸上打下一小片阴影 让人看不出情绪 我家那个也是 一天不是花钱 就是盯着我周围 有没有女人 一点自由没有 嫂子多好啊 不做不闹 还帮你守着要星 不知想到什么 杨兴泽终于有了反应 开口奸语气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得 怎么没闹过 有段时 奸云熙给我折腾够呛 试问 哪个女人在知道丈夫出轨时 能不哭不闹呢 若是婚姻里 她从头到尾 都是那个死样子 我也就认了 可偏偏她要在我一颗心 全扑在她身上时 狠狠地对我插刀子 我结束小月子后 杨兴泽收了信子 安心待在家 那时候的杨兴泽 是真温柔啊 我在耀心加班到深夜 她就从家里带饭到公司 有时候顾不得吃 她拿了筷子 坐在旁边喂我 有次让秘书看见了 第二天传遍了公司 人人都打去 老板和老板娘恩爱 周末休息时 她会抱着我 坐在地毯上玩switch 赢了 就将毛茸茸的脑袋 凑过来索吻 输了 扔下手柄过来闹我 两人在地毯上滚坐一团 聚会也是能推就推 实在推不了 就赶在十二点回家 抱着一束花 笑嘻嘻地凑过来抱我 嘴上卖乖 辛苦老婆等我 这蜜糖拉丝一般的相处 让我整颗心象 泡在蜜罐里一样 甜蜜蜜且沉甸甸甸的 因为奶奶离世 心里所缺的那一块 被杨兴泽填得满满当当 在爱情力量的驱使下 我更加拼命 带着手下一伙人 将药心恢复到鼎盛时期 甚至更慎 正当我捧着一颗心 于取于求时 杨兴泽出轨了 出轨的时间点 也就离小月子不过半年 我崩溃地抓着那件 戴着口红印的衬衫 情绪激动地质问杨兴泽 我想我当时的样子 肯定很丑 因为杨兴泽先是微微醋眉 然后才伸出双臂抱着我说 下次不会了 他的补救方式 就是把白衬衣 全部换成黑色 有一就有二 杨兴泽尝到了月线的甜头 便一发不可收拾 那半年里 我用尽一切手段 哭闹挽回 勾引 甚至想用经济制裁他 没用 通通没用 最后一次大吵大闹 我把家里看得见的 能拿起来的都砸了个精光 然后披头散发地 坐在一地狼藉里 大声控诉杨兴泽 他只是默然地看着我 轻飘飘地扔出一句 芸汐 你要不要照镜子 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这句话像刀刃一般 扎在我心上 血淋淋地扯出一片真心 我像搁浅在岸边 失去水源的鱼 孤立无援又令人窒息 这场闹剧的最后 杨兴泽踢开面前的碎片 走出房门时 转身扔下一句 芸汐 我就是这样的人 受不了你可以离婚 真正让我死心的是 在书房外 听见杨母与杨兴泽的对话 我赤脚站在墓地板上 听着一向端庄的杨母 历声训斥杨兴泽 杨兴泽 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 你知不知道外边多少人 眼红你有芸汐这样的气子 芸汐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的良心呢 我平住呼吸 等着杨兴泽的回答 又不是我逼她嫁给我的 再说了 如果没有药兴 她芸汐能跟我这么久 话音刚落 就响起啪的一声 杨母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杨兴泽 这样的话你再说一句 往后你就不再是我的儿子 我蹲在冰冷的墓地板上 韩逸顺着脚底 一路爬上心肩 自以为的先婚后爱 原来不过是杨兴泽 一时的新仙境 我突然有些庆幸 庆幸那个不小心流掉的孩子 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芸汐 我回过神 安雅穿着一身红裙 站在离我几不远的地方 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她眼神定在我手腕簇 脸色一变 快步走过来 这手链怎么会在你这 声音太大 惊动了包厢里的人 门被彻底打开的瞬间 我对上杨兴泽的视线 李川最先反应过来 欲盖弥彰地过来拉安雅 嫂子 你别误会 人是我叫来的 安雅显然不乐意配合挣脱李川 冲到杨兴泽面前拉住她的衣袖 那手链是你答应送我的 为什么会在芸汐手上 这几天你不见我 是不是因为她 杨兴泽甩开安雅 脚步慌乱间带倒一桌子酒 一阵叮铃哐郎声响起 杨兴泽气息有些不稳 芸汐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脸上毫无波澜 刚到 不想再做表面功夫 我侧头逆着安雅 安小姐 请你搞清楚 你当小三所得的一切 都属于共同财产 在质问我前 掂量清自己的位置 两次在我这吃瘪 安雅气得脸色涨红 挥着手臂就要冲过来 芸汐 你神气什么 一个笼络不住 男人的老女人 你还有什么 不就仗着还未冲到我面前 他就被杨兴泽拽住胳膊 甩在地上 你发什么疯 我老婆伦得到你教训吗 安雅发丝凌乱地跌坐在地板上 双眼通红 痘大的眼泪 从眼眶一滴滴落下 你打我 你为了他打我 明明几天前还浓情蜜意的男人 如今对他像是仇人 看着眼前的闹剧 我心中生起一股熟悉的烦躁 这一天天的是真多 眼神扫过包厢里面面箱去的几人 我转身就走 刚拉开车门 杨兴泽不依不饶地从后面追上来 芸汐 你听我说 我心里的烦躁再也压不住 杨兴泽 你多大了 生意学不会就算了 女人玩了这么多也搞不定吗 杨兴泽慌乱的表情瞬间凝固 随后用力将我抵在车门上 整个人散发着骇人的压迫感 芸汐 你是什么意思 我毫不退让的 只是他一字一句 要完就完 随你便别扯上我 我没空看你这些烂俗的戏码 说完 我摘下万间的手链扔在杨兴泽身上 掠过他近乎空白的表情 打开车门上车 自从上次不花而散后 杨兴泽消失了一周 我也乐得轻松 唯一烦人的是安雅 他不知道从哪找来我的号码 每天向我播报杨兴泽 和他和好如初后的甜蜜生活 像他赔罪包场的烛光晚餐 拍卖会 拍下上千万的钻石项链 豪华游艇出海 数百架无人机高空时矮 一张张图片定时定点的 在深夜准时发送 我不厌其烦 号码拉黑一个又一个 傍晚林安巡发来视频通话 他正式结束进修 处理好法国的事务后 迫不及待订了回国的航班 隔着手机屏幕 林安巡脸上洋溢着 无法抑制的喜悦 芸汐 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 二十出头的少年独有的热忱 让人招架不住 看着镜子里眉眼染上雀跃的自己 我不禁有些脸热 凉老成一别 我和林安巡已经一个多月不见 索性最近要心无事 我敲定主意明早去接机 给他一个惊喜 刚酝酿出些睡意 艾雅秀恩爱的短信如约而至 字里行间都是扬眉吐气的炫耀 芸汐 你偶心力血打拼的东西 还不是被我拿到手 我说过了 芸泽他爱的是我 你就守着名存实亡的婚姻 为我打工赚钱吧 我打开图片 是一张股权赠予协议 杨芸泽这个疯子 他要将名下10%的股权 无偿赠予安雅 按照耀心如金的市价 他知道10%的股份是多少吗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送人 我气得浑身发颤 攥住手机的纸节用力到泛白 顾不得成口舌之快 我拨通杨兴泽的电话 没人接 深吸一口气 用残存的理智将怒气压下 我按下安雅的号码 电话很快被接通 娇妹的女生从听筒里传来 喂 云小姐 这么晚有事吗 有你个大头鬼 不想和他废话 我咬紧牙关 唇齿间一出的声音冷冽 把电话给杨兴泽 安雅更加得意 声音娇称 兴泽和我正在忙 不太方便呢 电话那头 响起义物被撕碎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骄哼 哎呀 这是新买的你陪我 杨兴泽嗓音微哑 我在这还分神接电话 管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做什么 原来人气到极致 反而会冷静 我最后一次问他 杨兴泽 药兴你还要不要 回答我的是电话 被挂断的盲音 心里苦苦支撑的东西 在刹那间崩塌 我呆愣地坐在床上 热血褪去后的身体开始发冷 在药兴工作的五年 回荡在脑海 出入药兴小心翼翼的我 面对油腻难忍气吞声的我 为了拿下合作在酒桌被灌酒的我 谈成合作剪彩时 意气风发的我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五年 曾经我拼命坚守的东西 现在被杨兴泽随意一嘱 我累了 接到养母电话时 我正和林安寻窝 在新家里斗驼驼 嘻嘻 你要离婚 我轻恩一声 余光瞥见一旁 郑金威坐悄悄竖起耳朵的男人 杨兴泽是不是又干什么混事了 杨母语气激动 声音都提高了几分 这混小子收到离婚协议后 把家里砸得不成样子 人也不知道去哪了 电话到现在都打不通 闹得最凶的那半年里 我都没有拿出过离婚协议 这下杨兴泽应该明白 我是来真的了 我柔柔妥妥 敞着的柔软肚皮 可能去找安雅了 养母沉默片刻 在开口时 声音多了份小心翼翼 嘻嘻 妈知道这臭小子伤你不少 如果他这次能改 你能不能 后面的话 他没再问下去 可是我们都知道答案 妈 我耗不住了 过去我不后悔 如果不是您 不会成就今天的我 这几年虽苦虽累 但不可否认 耀星与我相辅相成 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养母给了我机会 让我能站上 耀星这个平台 这五年失败的婚姻 如镜花水月 但如今 我的成就与能力 是实打实的 我平静到 如今我想为自己活 养母声音带着哽咽 好孩子 是妈对不起你 想着那小子能看见你的好 和你他是过日子 没成想他越来越浑 孩子 你想做什么 就去做吧 思索片刻 我还得是将股份的事 告诉养母 我从耀星退出 以杨星泽的能力 必然会引起其他股东不满 安雅手里10%的股份 若是被有心人收购 杨家岌岌可危 听着养母匆匆挂断电话 我在心里一声叹息 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事了 芸汐 我有东西给你 挂断电话后 林安巡从沙发上起身 阳光透过窗户 打在她身上 淡色眸子注视着我 有种岁月静好的意味 我看着她 拿出一个丝绒盒子 方方正正的形状 让我有些紧张 也许她比不上 你手势里的任何一颗 但这是我的诚意 林安巡双手微颤 我有能力赚钱 也会照顾好你 盒子里躺着一颗 Radiant形状的粉钻 在阳光底下 闪烁着细碎的光芒 这小子突然来这一下 我没准备 一时有些诗语 芸汐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颜色 见我许久不出声 林安巡有些慌 我接过盒子 哪个女人会不喜欢 亮晶晶的钻石啊 我是有些吃惊 这小子虽说家境不错 但在生活方面 不喜奢侈 我们相识的半年礼 聚少离多 偶尔见面 也都会送我礼物 这么贵重的 还是头一回 怎么是裸实 林安巡面色认真 虽然你那个男的不顶事 但是毕竟你才走出婚姻 我不想给你压力 这颗石头你想用来做 什么都可以 看着他手指搅着衣角 面上却抿紧嘴唇 故作镇定的样子 我心里像扔了力泡腾片般 咕噜咕噜冒着泡 从小到大 生活从来没有给我喘息的机会 小时候我要顶着周围人的眼色 费尽心思省钱 读书 不能让年迈的奶奶操心 大学毕业我努力赚钱偿还人情 和杨兴泽结婚后 我每天想着如何经营药星 可是我从来没停下来想过自己 如今我愿意挣脱枷锁时 才惊觉其实我一直都有选择 我拉起他的手 将盒子放在他掌心 相成戒指吧 随后我眨眨眼 借为你可得自己凉 林安巡先是正愣几秒 反应过来后脸上涌现狂喜 接着一把抱起我 力道大的像要把我揉进怀里 再接到杨兴泽的电话 是一周后 我回到房子 杨兴泽坐在沙发上 面前放着的烟灰缸 盛满烟地 听到声响 他抬起满是红血丝的双眸看向我 我把离婚协议递给他 所用共同财产都分割好了 你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杨兴泽眼神一错不错地盯着我 被烟草熏过的嗓子哑得不成样子 芸汐 你真要和我离婚 我点点头 离婚后 我会退出要薪 我所持有的15%股份 按市场价折算 优先卖给你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现金 用房产底也行 杨兴泽眸子里暗流涌动 他缓缓站起身 芸汐在你眼里 你我之间难道只有钱吗 我后退一步目光讥讽 那你说说我们之间还剩什么呢 杨兴泽耿住 嘴唇轻颤几下 随后低下头 我没想和安雅怎么样 那天我是故意气你的 他声音闷闷的 甚至有一丝委屈 我就是觉得你不在乎我了 想让你意识到危机感 我知道 杨兴泽猛然抬起头 那你为什么 我平静地看着他 因为我不爱你了 杨兴泽 我也不想再和你耗下去了 杨兴泽表情近乎茫然 我才28岁 我不能把人生耗费在一个不爱我 且长不大的人身上 我没有不爱你 我打断他 只是他的眼睛一字一句 你不爱我 你只是习惯有我 你依赖的是 有人不离不弃 为你兜底的安全感 不是的 杨兴泽抓住我的手 语气急切 芸汐 以后我不会再去找别的女人 我抽回手冷静地看着她 你做不到的 杨兴泽 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 旧日场景从现 曾经她用这句话 将我刺得遍体鳞伤 如今她遭到反噬 看着她灰败的脸色 我并没有想象中的畅快 亲密关系里依靠的是人性底色 而不是损失厌恶 带来的一时妥协 我把离婚协议向前递 签字吧 杨兴泽谋底情绪翻涌的厉害 半晌后拿起离婚协议 骨节分明的手将那一打 纸丝的粉碎 她执拗地盯着我 我不会离婚的 芸汐 你现在只是在气头上 等冷静了 我们再谈 纸片被她扬了一地 她踩过满地碎片 脚步慌乱地走出房门 虽然来之前 已经料到这个结果 但我不免有些头疼 这大概就是人的裂根性吧 比起未得到 你失去还好用的东西 更难放手 手机提示音响起 林安巡发来短信 结束了吗 什么时候回家 要不要我去接你 家 已经很久没有人等我回家了 上次我在机场告诉林安巡 要离婚时 她扔下手里的猫包 抱着我的脖子 嘿嘿笑 往日里总是沉静淡然的人 高兴时露出几分孩子气 不知道想到什么 她又严肃起来 她是不是知道了 她有没有为难你 下次我陪你去 我故意逗她 对啊 她都知道了 还发好大一通脾气 林安巡紧张地捏捏我的胳膊 有没有伤到哪里 我扑斥一笑 逗你的是我想开了 与其死守着 不如放过自己 随后她带我来到一间 位于市中心的公寓 她解释 这是她出国进修前住的地方 以后就是我们的家 想着她认真承诺的样子 我拨通电话 林安巡很快接起 谈得怎么样 我轻叹一口气 不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林安巡轻声安慰 没事 我在家做了椰子鸡 你回来尝尝 可能是刘子的必备技能吧 林安巡做饭出乎意料的好吃 在她的头胃下 胃都舒服不少 现在过了几天好日子 我越发想逃离 也更坚定离婚的决心 实在不行就走离婚诉讼 这婚我是离定了 第二天 我来到公司交接工作 收拾东西时 助理小刘敲门进来 眼圈微红地看着我 云总 你要走了 我点点头 将东西放进纸箱 她犹豫着开口 今早人士通知我 接替杨总助理的位置 小刘在我身边三年 除了我 没有人比她 更了解药星的业务 杨母这步走得在意料之中 我理了理她的头发 好好干机会难得 我相信你 云总 我在你身边那么久 是啊 当初看中小刘 就是被她那股拼劲吸引 她也不负我所托 每次都冲在我面前 最难熬的时候 我和她一起抱着电脑 在医院挂点滴 我抱起纸箱 笑着对她说 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 小姑娘吸溜着鼻子 跟在我身后 我送你 刚出办公室 迎面看到杨兴泽 拿着保温筒站在门口 芸汐 你这是干什么 她大步走过来 拽住我的胳膊 手里的纸箱掉在地上 东西散了一地 我任由她将我拉进办公室 砰的一声门被关上 芸汐 你就这么急着离开我吗 我眼神毫无波澜地看着她 对视良久 杨兴泽率先败下阵来 勉强露出一个笑 我给你带了送嫂熬的汤 你以前最爱喝这个 你什么时候签字 杨兴泽身形一顿 炙若网闻地将饭盒放在我面前 尝尝吧 熟悉的味道萦绕在鼻尖 我不由地想起 从前加班时的夜晚 见我面色松动 杨兴泽走过来 将我的手拢在她掌心 我已经联系好其他股东 在后天召开的股东大会上 我会将名下所有股份 都转让给你 说着杨兴泽低下头 将脸埋在我颈窝簇 以后我身上最值钱的 就只有你了 芸汐 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好吗 温生哄我的模样 像急了从前 回忆做不得假 我声音软了几分 你没必要 话未说完 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打开 安雅面色憔悴地冲进来 尖利的声音 在安静的办公室 格外刺耳 芸汐 是不是你干的 我皱眉看着她 你在说什么 杨兴泽制住安雅 拉着她的胳膊往外赶 谁让你来的 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 我们早就结束了 安雅挣扎在原地不肯走 头发乱糟糟地 糊在脸上 黑亮的眼眸看着我 满是恨意 赠予协议 为什么会无效 不是你还能是谁 你真以为 这样就能让星泽 回心转意吗 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 他和我在一起时 他说什么 杨星泽脸色大变 试图用手去捂他的嘴 来不及了 安雅的声音如同鬼魅 说出的话 一字一句打在我耳边 你妈杀了你爸 有这样的妈 怎么能养出一心守着丈夫 过日子的安分女人 脑中轰得一声炸开 过去的恐惧 像潮水一般将我吞没 我呼吸困难 险些站不稳 后退两步 才堪堪扶住桌角 最隐秘 最不愿提及的事情 就这样被安雅说出来 这是奶奶离世前的嘱托 她恳求杨星泽照顾好我 幼年时我差点被耗赌 家暴的混蛋爹 抵给高利贷 妈妈为救我失手杀人 最后病死在牢狱里 老人家要强一辈子把我拉着打 唯有临终前这次弯了几倍 我双目紧闭 安雅还在叫嚣 杨星泽气急给了她一巴掌 将她推出门外反锁上门 芸汐 你听我说 那天我喝醉了 那些话不是我 向上翻涌的怒气 再也压制不住 我用力甩了她一巴掌 三天 看着杨星泽被打偏过去的侧脸 我挺直几倍 眼神冰冷 三天后你还不签字 我就把股份低价卖给建业 建业集团的刘总和耀星 是死对头 两家名争暗斗多年 杨星泽脸上 是我从未见过的慌乱 试图伸手拉住我 芸汐 你听我说 我用力打开她的手 目光憎恶 别碰我 杨星泽本就不是放低姿态 讨好人的性子 这下彻底爆发 芸汐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骂也骂了 打也打了 难道非要我跪下来求你吗 我抓起饭盒扔向她 乳白色的汤 溅了杨星泽一身 杨星泽 你真让我恶心 我为片刻的心软 感到后悔 扔下离婚协议 我拉开办公室门 正在砸门的安牙手 僵在半空中 我绕过她 没成想她不依不饶地追上来 怎么 这就怕了 你这种有妈 啊 这一巴掌 我下了很近 手掌震得发麻 这男人你想要就拿走 但是别在我面前狗叫 不然我听见一次 打你一次 接下来的两天 杨星泽疯了似的给我发消息 不是求和 就是问我在哪 我和林安巡窝在一起 对这些一概视若无睹 夜里我正在和林安巡看电影 杨母打来电话 语气恐慌 嘻嘻 星泽她出事了 随后就听见手机砸在地上 电话那头乱糟糟的 医生这有人晕倒了 来人快来人 赶去医院的路上 我不合时宜地生出一个念头 丧偶是不是有点难听 赶到医院时杨母还在昏迷 在主治医生的转述下 我才得知情况没我想的糟糕 起因是建业刘总通过小道消息 得知我要退出药星 为了出这些年 在生一场被压着的那口气 跑去药星对着杨星泽一顿嘲讽 杨星泽心烦意乱 下行车过快 撞到护栏 尽管安全气囊 护住她的性命 但是钢管伤到她 总而言之 她以后不会再有孩子了 看着养母苍白的脸 我心中百感交集 当初我被她选中 不仅是因为我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我对杨星泽的感情 这个中年丧夫的女人 为儿子筹谋了半辈子 可是再担惊结律又如何 抵不过自己作死 我退出病房 林安巡站在病房外 情况怎么样 我摇摇头 我刚推开养母的病房门 就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安雅 她罕见地穿着一双平底鞋 得意地挑着眉眼 眼神僻腻 芸汐 你来得正好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养母手里钻了一张纸 面色苍白地坐在病床上 我怀孕了 安雅双手环臂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我心中哑然 眼神扫过她 尚且平坦的小腹 这孩子来得真是及时 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 我轻轻掰开养母的手 她保养得意的双手 已经掐出血痕 没得到想象中的反应 安雅不甘心地过来拉我 芸汐 我怀孕了 我声音冷淡 我耳朵没聋 在我这讨不到好 安雅转向杨母 现在我肚子里怀着的 可是杨新泽唯一的孩子 她拉长雨掉 仿佛在下审判似的 你们杨家 要是想要这个孩子 就把芸汐给我扫地出门 然后风风光光地娶我 病房里寂静无声 半晌后杨母抬起头 看着我的眼神 纠结痛苦 西西 妈对不起你 虽然我已决意离婚 但要将小三光明正大的迎进门 杨母无疑是痛苦的 她不待见安雅 可如今杨新泽的身体状况 已经容不得塌旋 其实我并不在乎 我摇摇头 说了句保重便退出病房 医院走廊里静谧无声 我站在原地想了想 还是没去看杨新泽 三个月后杨新泽出院 在安雅的再三要求下 杨新泽终于签字离婚 财产划分上 除了我应得的那部分 杨新泽还额外分给我许多不动产 从民政局出来 杨新泽看着我欲言又止 还未开口 身后传来甜腻的女生 老公 我来接你 安雅一身珠光宝气地走过来 亲密地挽住杨新泽的胳膊 从前在我那逃不着好 如今有了筹码 必然是要好好耀武杨威一番 云小姐抱歉啊 新泽还要陪我去产检 就不送你了 然后她摸了摸隆起的肚子 老公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听着她搅柔造作的正宫语气 我不由地发笑 从前的安雅也是个妥妥的名艳美人 如今这一身大logo堆砌到显得几分艳俗 祝两位喜得贵子 杨新泽语气哽咽 芸汐 路边传来一声车鸣 我攒头林安巡 按下车窗看着我 熙熙 上车 泽 一点沉不住气 杨新泽有些懵 芸汐 她是谁 安雅反应倒是极快 芸小姐好手段啊 前脚离一个 后脚勾带一个 我皮笑若不笑 一有所指地看着她的肚子 不离怎么给你疼位置 我手段再好 也比不得安小姐运气好 最终手的芸开 成功上位 你 安雅气急刚要发作 杨新泽怒吼一声 我问你她是谁 林安巡下车站在我身侧 握住我的手食指相扣 你好 我是西西的男朋友 杨新泽目自欲裂面上沉痛 大病过后 有些消瘦的身形更显沧桑 芸汐 你为什么不等等我 我很快 安雅一声尖叫 扯住杨新泽的衣领 等什么 杨新泽 我告诉你 别想等我生下孩子 再一脚把我踹开 眼看场面失控 路上行人眼色各异 我拉着林安巡走远 任凭杨新泽在身后 如何大声喊我的名字 我都没有回头 拿到离婚证后 林安巡在市中心 举办一个小型画展 反响还不错 画展开幕那天 林安巡逢人 便介绍我是他女朋友 一个艺术画展 愣生出几分新人敬酒的集市感 这天晚上 小刘发来消息 云姐 我想辞职 要新项目叫停 大家都忙得晕头转向 杨总新交的女朋友 还跑来对我一致气势 明里暗里 嘲讽我想勾引杨总 安雅真是草木皆兵 也难怪 借着什么手段上位 就怕被什么拉下来 安抚完小刘 我转身抱住正在看书的林安巡 看着他粉嫩的唇 我忍不住咬了一口 不出意料 这人耳后立马泛起一片粉色 气氛有些疑你 正当我准备开餐时 电话响了 我接起电话 杨兴泽嗓音沙哑 芸汐 我想和你谈谈 没等我开口拒绝 杨兴泽声音沉沉 我有话想对你说 不会耽误你太久 林安巡别了别嘴 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人 一点礼貌没有 我揉了揉林安巡柔顺的黑发 起身穿衣服下楼 杨兴泽靠在车前 地上落着七八个烟底 看到我他掐灭烟站起身 多日未见 一时间相顾无言 他比出院时更憔悴 沉默片刻他走过来 将手掌朝上摊开 是一枚戒指 一枚曾经差点让我对杨兴泽 死灰复燃的戒指 那时候杨兴泽已然出轨 但在外我们还是夫妻 有些场合不免要做做样子 合体出席 这枚戒指出现在拍卖会末尾 当拍卖师讲述戒指来历时 不知怎的 我竟有些触动 或许我情绪外露得明显 杨兴泽凑到我的耳边 喜欢啊 喜欢我买给你 问这话时 他微微侧身 逆光下 棱角分明的轮廓 难得柔和 垂眸看着我的样子 仿佛回到了从前 一时间我竟忘记两天前 我们是如何因为别人剑拔弩张 我鬼使神差地点点头 杨兴泽抬手举牌 回到家后 我看着戴在指尖的戒指 心想也许还有转机 后来一次出席晚宴 这枚戒指在梳妆台不翼而飞 我着急地找了很久 火急火燎地询问杨兴泽 他却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有个学珠宝设计的女大学生喜欢 他拿去讨论欢心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杨兴泽这人根本没有感情 浓情蜜蜜也好 朝三暮四也罢 他所追逐的只是那一刻的新鲜感 是我太认真 自那以后我再未戴过戒指 许事伸得有点久 杨兴泽的手微微颤抖 我伸出手指 无名指尖一颗粉钻泛着银润的光 杨兴泽正愣一瞬 眼神变得暗淡 收回手掌轻声问 他对你好吗 其实不用我回答 光是我的好气色便说明一切 前天和小刘约泛 他盯着我红润的脸颊 吵着以后要找弟弟 挺好的 我大大方方地承认 杨兴泽唇边泛起苦涩 总归是比我强 之前在办公室 能让你笑得那么开心的 就是他吧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离婚前 我见他只觉得烦心 离婚时两人剑拔弩张 谁也不肯让 现在这么心平气和的面对面 站着 我反而有些无所适从 杨兴泽扯出一丝笑 自嘲似的开口 以前身在福中不知福 觉得生意也就那么回事 现在自己上手了才知道 这么大的公司管理起来 有多难 说吧 他有些疲倦的搓了搓脸 芸汐 过去是我对不起你 你做得对 我这种人确实不值得你浪费时间 我垂下毛子 过去我闹得最凶实 都没换来杨兴泽 一句诚心诚意的抱歉 如今听到他的对不起 我心里再掀不起一点波澜 我现在挺好的 你也不必再纠结过去的事 都是自己的选择罢了 听完这话 杨兴泽眼圈泛红 眉目沉沉地望着我 谢谢你能来见我 随后语气有些哽咽 芸汐 祝你幸福 随后他又轻声补了句 我是真心的 秋夜微凉晚风卷起落叶 在我们之间打着悬 片刻后尘埃落定 一切都归于平静 我突然有种预感 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对他笑笑 杨兴泽 你也是 然后裹紧外套 转身上楼 时光五年我终究放下了 这个曾经站在扶梯上 让我惊鸿一瞥的男人 从此山高水长 一切都如过往云烟 番外 第一次见芸汐时 我爸刚去世两个月 我站在二楼扶梯 看他对着一个百见发呆 估计是没见过 比他脸还大的海螺 看着芸汐清亮的双眼 我突然有些好奇 他会怎么做 等得快要不耐烦时 芸汐凑进海螺巢里面 吹了口气 这海螺表面一尘不染 里面却满是堆积的灰尘 看着他皱着小脸 还努力去听海螺里的声音 我不由地笑出声 父亲去世的痛苦 朋友的落井下石 以及墙头草的稀落 在这刻得以放松 笑声惊动了他 他抬起头 脸上满足的笑孩 未来得及收起 对视办上他 有些慌乱的站好 毕恭毕敬地向我问好 杨总好 我摆摆手 我对公司的事一窍不通 算得上什么杨总 来找我妈的吗 他红着脸点点头 提起脚边放着的果篮 我随手将桌上 果盘里的山竹抛给他 他不明所以地接住 然后拨开递给我 这回到我发愣了 我只是想让他坐下来 别那么拘谨 我妈身体一直不好 这时候有人陪陪他也好 我俩就这样干坐着 一直到我妈下楼 原来她是来还钱的 后来芸汐来我家的次数 越来越频繁 我妈的身体状况 也有所好转 直到有一天 她试探性地开口 儿子 你觉得芸汐怎么样 老实说 我对婚姻没有向往 周围人大多都是怜姻 哪有什么爱情 不是芸汐 也会是谁家的千金小姐 更何况芸汐不仅能力强 长得也不错 平时相处起来舒服 没那么多骄纵的毛病 就这样我和芸汐结婚了 那时候要心动荡不安 芸汐主动要求 一切从简不办婚礼 我妈听后眼睛立马红了 私底下经常耳提面命地教育我 要对芸汐好 不能对不起芸汐 我不以为意地点头 直到孩子没了 赶到医院时 医生正拿着检查报告叮嘱 孩子没保住 这段时间病人要好好休养 年轻人不要仗着年轻 就不爱惜身子 现在已经出现大大小小的毛病 要是不多加注意 再好的身体也扛不住 透过窗户 我看见芸汐面色苍白地 躺在病床上 双唇紧抿睫毛颤得厉害 上一次来医院 还是芸汐奶奶去世的时候 老人枯瘦的手紧紧握住我 恳求我照顾好芸汐 我才知道原来她的身世这么凄苦 那一瞬间我心底升起一股浓烈的愧疚 我开始收心 努力学着做个好丈夫 老实说 那半年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感觉 芸汐也越发有了小女人的样子 白天在公司里叱咤风云 晚上回家柔情密意地看着我 我佩服她旺盛的生命力 经营着偌大的公司 还能分神将我照顾得井井有条 我这二十几年的生活 此起彼落 经历过声色拳马 也遭过朋友奚落 唯有芸汐她像贝斯 是乐队里最温和的乐器 她能稳住我整个生活的基调 第一次出轨被发现时 我是有些忐忑的 但是芸汐崩溃的样子 让我有种隐秘的满足 我承认当她大吵大闹 痛苦万分 却还是不肯离开时 我人性中最阴暗的部分被滋养 有人会因我而痛苦 会祈求我的怜悯 这时我产生一种被重视 被需要的快感 后来芸汐不再闹 我以为她妥协了 周围人都羡慕 我有这么个妻子 我也自负地认为 芸汐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后来有一天我看到 她对着手机在笑 那笑容熟悉又久远 我已经想不起来 上一次她对我笑 是什么时候了 心里不由地生起一股恐慌 随即又自我安慰 都这么久了 芸汐不会的 要离开她 何必等到现在 她为耀星付出了这么多 如今一切步入正轨 她怎么舍得放手 可是失去感让我越来越不安 我开始想办法证明 她是在乎我的 直到收到离婚协议 我才明白 她不是妥协 她只是不在乎了 她不仅不要我 连耀星也要舍弃 知道自己受伤后 我崩溃了好一阵 以后我和芸汐 不会再有孩子了 在医院躺着的每一天 我都在想芸汐 我希望她能来看我 但又怕见她 毕竟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她真的没来看我一眼 在夜深人静时 我与芸汐相识的那五年 在脑中一遍遍闪过 车祸将我压在 自私底下的良心撞了出来 可当我看到那个男人 与芸汐食指紧扣时 我还是失控了 芸汐她有了别人 原来被在乎的人背叛 是这种感觉 这种弯心般的感觉 日日凌迟着我 我没日没夜地喝酒 后来我妈找到我 她狠狠打了我一顿 离婚后我试着扛起药星 可我实在废物 难缠的客户 只图利益的股东 这一件件压得我喘不过气 回到家安雅 带着肚子盘问我 什么时候结婚 我根本不想 这个孩子要不要无所谓 但是妈怕她死后 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其实我早就孤零零了 有时我会幻想 如果我能扛起药星 做出改变 芸汐是不是会回头 给我的机会 我挤经周折 找回那枚戒指 再看到芸汐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那个男人将她照顾很好 离婚前 她总是端着脸 一副说一不二的样子 而现在多了几分温柔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安雅冷着脸质问我 又去找芸汐了是吧 梅心思和她 争我躲进书房 她不依不饶地追上来 用力撕扯着我 杨兴泽 你是不是偷人偷上瘾了 争执推嗓间安雅梅 站稳摔在地上 送到医院时 孩子已经没了 我妈当场晕了过去 安雅醒来后看着我 面容似恶鬼 杨兴泽 当初你隐婚 对我穷追猛打 我为了你做小三 像跳梁小丑般 去挑衅芸汐 现在孩子没了 我身子也伤了 这辈子你都别想甩开我 我揉了揉眉骨 疲倦地说不出一句话 安雅出院后 开始吵着金耀星 我随她去 后来她和一个小白脸看对眼 扔下离婚协议 卷了公司账上的钱 跑去国外 药星回天乏术 我将她低价卖给建业 带着我妈回老家养病 临走的前一晚 我站在芸汐家楼下 贪婪地望着那扇 透着暖黄色灯光的窗子 我多想再看她一眼 就一眼 不知道站了多久 我妈打来电话 儿子回来吧 芸汐她放下了 你也别沉溺在过去 别打扰她了 曾经芸汐爱我 我便以为身居高位的人是我 踩着她的真心 肆无忌惮地挥霍 如今我才明白 一切都是因为有芸汐在 没有她 我什么都不是 可惜我看得太晚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